警方掏槍瞄准 不止一个人旁边还有警网 持盾牌长棍准备攻坚 嫌犯突然往前冲 持刀奔向远景 危急时刻传出牵响 碰碰碰 警方连开六枪 嫌犯倒地 盾牌压在他身上 把人逮捕 救护车跟警方是同步到场 就防止攻击过程 有人受伤 救护人员立即把伤者送医 受伤的嫌犯是54岁的联系男子 如此大阵仗还开枪抓人 因为已经有过冲突 这是第三波 上一场在大马路上 开枪了 两部巡逻车停在路中 嫌犯是戴着安全帽的骑士 他持刀跟警方对峙追逐 还敲破警车玻璃 开枪 好了好了 别这样子 他开了开了开了 附近居民远远看着警方跟嫌犯对峙 警方掏出手枪瞄准 嫌犯拿的是长手柄镰刀 鹤令刀放下不听 过程当中嫌犯砍伤了远警 警方开枪打中嫌犯又小腿 事发在8号下午2点多苗栗公管 发生对峙冲突起因是嫌犯骑车 没有两段式左转 警车追上去拦阻 他路边停下机车之后 气冲冲从机车踏垫拿起镰刀 敲破警车玻璃之后起车逃逸 警方呼叫支援 先在路上拦截 第二波冲突后他逃离现场 远警先将受伤的同仁送医 没有追上去 后来加派警力前往 位在铜锣的住处攻坚围捕 嫌犯重担戒户就医 警方以妨害公固毁损 以及杀人罪侦办 TBS新闻谢股金屋书屏 苗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